台北市场节刚刚落幕 今年的比赛主题是卤肉饭 多下人气奖的是西湖市场 一家经营20多年的小吃摊 第一代老板娘原本在市场摆摊卖菜 后来才转做小吃 因为用料大方实在 特别受到顾客喜爱 现在第二代老板接棒了 最大的心愿就是透过自家的好手艺 吸引更多的人潮 让所有的摊商们一起共享繁荣 台北内湖西湖市场 看到人潮像海水一样涌现 就知道又是祭武藏庙的用餐时间 速度很快 有时候一次要铺三个锅 三个炒锅 弄作单很正常 太忙了 内科的上班族大军压境 锁定心头好 工程掠地占据座位大快朵頤 市场每一摊小吃前面大排长龙 而人气最旺的是旅建制这一摊 传统自助餐炒面炒饭任君挑选 最受亲爱的是刚刚获得台北传统市场节 天下第一摊比赛的人气第一名滷肉饭 如果炒菜啊 他妈妈茶饭啊忙到三四个客人已经写好菜单 我没有办法去借菜单 你的卤肉再怎么好吃 如果你的饭不能吃 那吃完卤肉饭就失败了 煮米也有煮的 这个是我妈妈自以为最自豪的部分 他可以教我们吗 粒粒分明的白米饭淋上还肥燕瘦 搭配得恰到好处的肉丝卤肉 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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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许多人心中的第一摊 配上琳琅满目的菜色 就是丰盛满足的一餐 不方便教煮米饭的佩服 与建制还是大方示范卤肉的做法 证明元气第一卤肉饭不是浪得虚名 温体猪颈肉和三层肉 前一天先汆烫到七分熟 然后焖泡熟成 冷却冷藏之后 第二天手工切丝 是做了将近三十年不变的纯手工活 父亲母亲他们的坚持 每一条都一样大条 角肉也是一样 角肉是每一块肉都一样细一样碎 然后我们手工切的就是有这个特点 像我妈妈这种已经切二十几年了 二十五斤她还是要切两个小时 香气都出来了 我们肉可以下去搅拌 红葱酥爆香三层肉和猪颈肉 一比一下锅逼出油脂 猪颈肉它比较肥 年轻人太肥的话 它可能不能接受 三层肉的话瘦肉的部分比较多 你滷过之后瘦而不柴 猪颈肉的话它滷过肥而不腻 因为两种综合起来我觉得应该接受度会比较高 中药粉辛香料助阵 炼丹一般逐渐飘散迷魂香 让人中招忍不住逃出新台币一轻方泽 厉害的不只是卤肉饭 出身嘉义的吕爸爸做鸡肉饭更是拿手 自己榨取的鸡油比一般店家用的猪油香气更生一筹 是吕爸爸鸡肉饭的必备元素 鸡油完成之后 接着红葱酥DIY赚钱不假他人之手 当然也比较厉害 你要爱好当然也比较厉害 不然不便宜也有得不便宜 不便宜你常常说的鸡肉香 另一头吕妈妈把汆烫焖熟的当天献在鸡肉 分筋错骨剥皮丝肉 是每天早上的准备工作 没办法省事前一天多做一些备着 鸡肉丝加上熟糊糊的白米饭 淋上用焖煮过三十只鸡肉的鸡高汤 加上红葱酥熬制的酱汁 再淋上鸡油 就是众多老饕嘴里的果色天香 人家说 你的鸡肉饭比我们做工艺的六点的 比较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不是说感谢 他说真的 卖的都是非常普通的小吃 能够在平凡品项中赢得口碑 其实都有细节 就连每个家庭主妇都会的炒菜 女妈妈都有独猛配方 我再炒菜就... 你说的 说一遍 比辣都流出来了 把我们夾一下 让我们去吃香 我炒菜不够到你的 我炒菜 以前汆烹一定要炒起来 炒起来 我们把菜炒好 还要拌一拌 然后软软 我们才有香 在西湖市场立足将近三十年 女妈妈、女爸爸 最开始是卖菜的摊商 做了十四年之后 才转战熟食摊位 也因此靠着比别人好一节的食材 便宜一点点的价格 在竞争激烈的西湖市场 屹立二十多年 光是外送的便当 每天基本盘超过上百个 我的中午是冰杯 都去冰杯冰杯 我没去炒不冰杯 炒不冰杯比较薄 冰杯冰杯菜比较漂亮 我去都吃蒸、吃菜 对,来冰杯冰杯比较漂亮 我都知道,在那里去 因为你以前没有菜 对啊 我以前没有菜,没菜很流行 这个蚵子 就是特地请我们 嘉义东池那边的朋友 他们养殖的 用海水养殖的 以前吃这个鱼 很怕它炒头 因为它是海水养的 对,所以它不会炒头 原本做电信业的李建制 因为工作意外遭到电期 捡回一命之后 从爬上爬下的工作环境 回家接棒 改良父母的口味 爸爸妈妈他们之前 就是用猪颈肉 对,那我是觉得 因为这边内科的年轻人很多 所以我想说改良一下 可能接受度会比较高 他们唯一反对就是说 这个价位差这么多 他们是有讲啦 我是说没关系啦 就是客人接受度高的话 那我们就成本自己吸收嘛 精致化的卤肉饭 第一次参加比赛 就击退众多老店 抢回票选人气桂冠 跟很多店家不同 接受采访 李建制除了自家产品之外 一再推荐其他左邻右舍摊商 也都好吃 是西湖市场的最佳代言人 这边我们市场做吃的最久的 最久的 阿姑 最老的 最老的,没有啦 他很年轻的 李建制说西湖市场 是全台北除了夜市之外 美食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但可惜知名度不高 只有附近的上班族 和社区住户知道 他认为虽然不在市中心 有文湖县的交通便利性 西湖市场的发展 应该可以跟南门市场相比 希望借由自己的努力 和比赛名次的加持 让从小熟悉的地方 能够让大家更为熟知 大家都很认真 不只我啦 每一位在这边的都很认真 接下来他要继续努力 精进厨艺 希望以后不只报回人气奖 还能够赢得评审青睐 拿下冠军名次 冠军我是觉得 当然想啦 但是因为每一位 每一位那个参与比赛的 都是可敬的对手 专注细节 让平凡小吃变得滋味不凡 吕建制的小小饭碗里 有赚钱配包 还有和市场伙伴 双赢共融的开阔心怀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